今天召開第十八屆第十二子中職會 那會中共事不僅表決通過2020總統提名初選 選務日程相關事宜 那提案的內容如下 第一點 本黨第一二三類公職候選人提名取決於民意調查 為因應台灣社會以手機取代式化的趨勢 避免本黨公職候選人提名無法反映真實的民意 那並解決民調辦法中首長初選對比式民調 無法決定對比人選的問題 修正本黨一二三類公職候選人提名民意調查的調查辦法 那修正的條文有第二條第五條第六條跟第七條 總共四條的修正條文 那在此而複數如下 第二條內容是第一二三類公職候選人提名之民意調查 以該選區公民為訪問的對象 前項之民意調查有三家民調執行單位 同時各執行一次 但第一類公職民調執行單位增值至五家 並納入手機進行調查 前項之民調執行單位 德韓中央黨部民意調查中心 那以下簡稱民調中心 好 接下來第五條的內容 複數如下 第一類公職民調 以示畫與手機各辦進行隨機抽樣 再交由核定制各單位執行民調 示畫以民調執行日期首日 12個月之前發行之住宅電話部為抽樣母體 末二碼隨機 手機以初選民調執行日期首日前一季 是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公布的 行動通信網路業務用戶號碼 核配現況表 為手機抽樣母體 那末五碼隨機 接下來第二類公職民調 第二三類公職民調 公正第二三類公職民調 以初選民調執行日期首日 12個月之前發行之住宅電話部 為抽樣母體 進行隨機抽樣 再交由核定制各單位執行民調 各民調執行單位所做之民調結果 由民調中心進行計算 接下來要念第六條的修正的內容 第六條每次民調之樣本總數N 不得少於一千兩百個 但第一類公職候選人民調之樣本數N 不得少於三千個 式化及手機樣本數 均不得少於一千五百個 現在第七條的內容 單一席次選舉 區域之民意調查問卷 採用對手對比式提刑 和黨內互比式提刑並用 但是總統直轄市長 縣市長僅採用對手對比式提醒 對手人選之選擇選定 依下述之先後順序辦理 一本黨初選候選人有共識者 二主要對手政黨以正式提名者 若依序仍無法產生對手 則總統直轄市長縣市長 以得連任之非本黨現任者為對手 若再無法產生對手 則總統直轄市長縣市長 應由中職會來決定對手人選 其餘僅採用黨內互比式類型 多席次選舉區之民意調查問卷 採用黨內互比式提刑 民調問卷標準格式由民調中心擬據 送成中央常務執行委員會確定之 那以上就是對民調辦法的四個修改的條文 在提案的第二大點的部分 有提到 民進黨2020年第15任總統提名 初選民調採取三人對比的方式 對手人選為國民黨的韓國瑜 以及五黨籍的柯文哲 第三點 通過民進黨2020年第15任總統初選實成表 實成表 一 依據中央黨部先前召集蔡賴雙方陣營代表 所進行的三場協商會議結論 雙方達成舉辦一場證監會之共事 證監會舉行之時間 及方式則授權中央黨部在行規劃 並與雙方協商 二 由於證監會之協商與籌辦仍需時日 辦理日期亦需配合雙方候選人的行程安排 故應保留適當時間 以立相關安排 又適逢6月初端午節連續假期 故建議於廉假後 該週週期間 6月10號到6月14號辦理民調 三 其他相關初選配套是 以授權業務單位擬定制 請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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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